2022年6月17日 福建号航母下水 这是江南造船厂成舰的第一艘航母 也是彻底摆脱俄式风格的第一艘国产航母 因此广大军迷对它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都2022年了 不采用核动力造航母就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核动力对常规动力就一定具备绝对优势吗? 拥有丰富航母运作经验的美国海军总结出的数据 与很多人头脑中的固有印象并不相符 这也可以给中国未来航母的动力选择 提供一些理性的判断依据 美国政府问责局GAO在1998年8月发表的一份核动力 与常规动力航母废效比研究报告 当时美国8艘常规动力超级航母中 尚有4艘在意 比现在的全核舰队更有说服力 通过三个方面对比评估了两类航母的运作效率 海外部署能力 美国海军会用和美常动力航母的时间长达47年 这期间从未发生因为部署的是常规动力航母 而不适合动力航母 导致未能完成作战任务的情况 参联会或者战区司令部决定部署哪艘航母 首先考虑的是航母的状态和在机的数量 常规航母的维护要求 没有和航母那么严格复杂 每次入屋维修时间较短 常规动力航母在72个月内 入屋18个月25% 尼米兹基当时执行的是EOC工程运作循环 在102到108个月内 入屋30.5到36.5个月 29.9%到33.8% 现在执行的是IMP增量维护计划 在76.5个月内 入屋22.5个月 29.4% 在全寿命周期内 常规航母的可部署阶段所占比例更高 它的SLEP中期大修只有3年 而和航母的RCOH中期换料大修要4到5年 常规航母全寿命周期内的入屋时间比例是26% 和航母则是31% 1%和1%的区别 也就意味着 11艘常规航母 就可以达到12艘和航母相同的海外部署水平 完成核燃料补充的戴高乐号航母 上文所提的核航母 全寿命入屋时间比例所针对的 是使用燃料棒由封度达到武器级93.5%的美军航母 而使用低封度燃料棒的戴高乐级航母 每服役6年就要入屋15个月 打开堆新补充燃料棒 危机响应能力 美国各型航母的最高航速基本相同 核航母无需补给燃料 而常规航母在进行海上补给时 通常会减速到14节 所以核航母长距离航度所耗时间较短 但幅度非常有限 根据GAO分析 一艘常规航母从圣迭戈去波斯湾 航程1.2万海里 途中需加油三次 同样以28节的巡航速度航度 到达时间将比和航母晚6小时 从诺福克到东地中海距离4800海里 28节航速比和航母晚2小时到达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只是航母本身的航度时间 实际限制整个航母编队航度速度的因素 在于护航舰支 因为它们需要更频繁地加油补给 夏图维海湾战争期间 6艘美国参战航母的航度时间和平均速度 只有罗斯福号一艘适合动力 其航度距离和美国号完全相同 航度天数和平均航速也十分接近 甚至还比不上萨拉托加号 如果重大危机发生时航母正处于维护状态 常规航母更容易缩短维护周期 尽早投入部署 而和航母基于维护的复杂性无法压缩到相同程度 中期换料的进度更是完全无法加速 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安全和经济性问题 作战能力、海湾战争 是检验两类航母作战能力最好的舞台 美国海军当时并未特意部署更多核动力航母 实战表明两种动力系统的航母 发挥得同样出色 没有显著差异 各航母的出动率主要和距目标距离 即在机数量有关 而和航母动力类型无关 部署在波斯湾的航母 比鸿海的航母距离战区更近200海里 400到600海里 总出击架次比为11800比6200 战争全过程中 单机平均出击次数比为53比33 在同一区域的航母出动率非常接近 罗斯福号的作战日出动率最高为106架次日 它也拥有数量最多的舰载机 78架 及距前线最近的出击距离 另二艘在波斯湾内的航母中途导号 和突击者号 分别只有56架和62架舰载机 如果考虑到载机数量 中途导号的单机日出动率反而是最高的 达到1.59架次 突击者号第21.41架次 罗斯福号第31.36架次 根据海军分析中心提供的航空燃油 和武器装载量数据估算 开战后 罗斯福号平均每天消耗8%的航空燃油 和2%的弹药 剩余五艘常规航母 每天消耗15%的航空燃油和5%的弹药 所有航母都按固定的频率 每三天到三天半就接受一次补给 以维持尽可能高的燃油弹药库存水平 和航母更大的装载量 并不足以显著减少补给频次 所以实质上后勤负担是基本相同的 只是和航母的冗余度更高一些 和航母更大的装载量 主要来自更大的舰体 而不是动力系统节省出的空间 10万吨级的尼米兹级 比8万吨级的小鹰级内部容积大了约10% 增加了60%的弹药储存空间 按照美国海军的作战编制 常规动力航母和核动力航母的舰载机联队 是完全相同的 在常规作业时日军出动率也一样 根据部署任务的性质 可能会增加1到3架支援飞机 在遇到突发危机时 还可以增加12架战斗机的编制 将出动率提高至高峰状态 在危机早期日出动率达到170架次 后续3到5天日军140架次 之后维持在90架次的水平 这一标准对两种类型的航母都适用 因为美国各级超级航母的整体布局 防御结构、抗震标准、损管能力都是一脉相承的 两种动力形式的航母在生存力上没有显著差异 和动力航母略优 因为吨位更大 而且建造年份更晚 和动力航母的适合